大家好,我是大师姐,欢迎收看本期的西施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说一部美国惊悚电影《鬼挡墙》 话说,在一个阳光明媚,春光无限的周末 一位打扮时尚前卫的金发妹正在赶去参加一档荒野求生节目的录制现场 走着走着,在荒僻的山林中出现了一条分岔路 在朋友提示不要开错方向的情况下 妹子终于顺利地拐错了弯 不但拐错了弯,手机的信号也没有了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糟糕的是,妹子还迎面撞飞了一个碰瓷达人 这下真是吓得不轻啊 心想,这荒山野岭的人都没几个 碰瓷是要有多大的耐心和毅力啊 这要等多久才能有这么一次机会啊 可偏偏就被她给遇上了 这运气是不是也太好了一点啊 按常理说,这种地方一般是没有摄像头监控这么的 但我们的妹子真是单纯善良 不但没有肇事逃逸 心里还实在过意不去 下车抢救被撞者也实属不易 然而,就在金发妹实施救援的时候 突然,被倒在地上的家伙抱住 那画面,简直是不忍直视 这一段你们不爱看,我就剪掉了 反正就是,金发妹没有了 与此同时,在荒野求生节目的录制现场 工作人员全都已经到期 本来节目是安排六位参赛者,两两分组 各自在荒野中寻求生存 最后能熬过五天的获胜者,就可以赢得十万美元的大奖 但是,由于金发妹半路领了盒饭,就来不了了 所以,六位参赛者中就差一位 由于时间紧,任务急,必须马上开拍 等不来金发妹,摄影师和导演 只好游说女制片人临时顶替 一切就绪,为了更好地展现整个节目现场的氛围 剧组在拍摄区域安装了大量摄像头监控设备 三组参赛选手也正式比赛开始 而此时,负责视频监控的场务在虚虚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一名神秘人的攻击,生死不明 而负责现场技术指导的退役特种兵老炮 同样也遭到了不明原由的攻击 但老炮毕竟是特种兵退役 伸手敏捷地躲过了攻击 但冷不防还是被身后埋伏的家伙偷袭 一拳打晕 看来林中的神秘人还不足一个啊 而其他的参赛队员目前还并不知道 刚刚发生的遇袭事件 女制片人和黄毛长腿妹在林中迷路 误打误撞进入了一所小木屋 本想接不电话来联系其他的参赛队员 此时,门外传来了一阵声响 隔着门缝,两个妹子看到了两个丑陋的怪人 那副面容的丑陋程度 我给你们显示一下 简直就像是生烂了的红薯掉在地上 然后还被钉鞋踩过一样稀烂啊 而此时,妹子的内心瞬间崩溃 被声响惊动的怪人朝他们直迫而来 两妹子竭尽全力找到房间的出路 迅速突破,拔腿狂奔 黄毛长腿妹一路领先 女制片人紧随其后 不料,在飞奔的路上也是暗藏杀鸡 女制片人不幸遭服 结束了现场的录制工作 黄毛长腿妹多过一劫 果然,大长腿就是有优势 因为跑得快,所以有人帮他垫背 但暗中埋伏的神秘人却并不担心 继续追赶长腿妹 幸好机智的他躲在了一个朽木的后方 屏住呼吸才逃过一劫 与此同时,被打懵的老炮渐渐苏醒过来 凭借着特种兵的职业素养 格斗勤拿加猎枪 分分钟就解决了看守他的神秘人 成功逃脱 接下来最关键的 就是赶紧找到其他剩余的参赛队员 然而,就在寻找的途中 老炮在山林里也发现了一座小龙 里面还住着一个老人 两人闲聊了几句 老人突然起身袭击老炮 但老人哪里是老炮的对手 咱俩下,老炮就用雷管解决了他 说到这里,简单的分析一下 山林中这些袭击节目组的怪人 其实他们都是一家人 由于近亲结婚导致了基因变异 再加上这片山林30年前 就被一家造纸厂的毒物废料所污染 毒物的感染和基因的突变 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变异存在 在看到有人出现后 就像看到猎物一样 开始疯狂的猎捕 可以说他们就是这个山林的石人族 此时长腿妹这边 也终于和剩余的几个选手会合 所有人知道了 山林有石人族的事情都挺害怕 就在准备逃离时 他们遇到了石人族的春娇和志明 但完全不是这两个畸形人的对手 狼狈不堪,节节败退 惊慌之中 几个选手也分别落入石人族的猎捕陷阱 小白和短裤妹被倒挂在树上 素脚无测 而石人族鹰眼和他的徒弟也随之赶到 鹰眼做了一个标准的射击示范动作后 将弓箭交到了他儿子手里 估计是因为长期无猎可打 很久没有练习了 想看看儿子手艺有没有生疏 但徒弟没有给师父丢脸 交出了一个完美的大卷 一箭双标 而长腿妹和黑大壮 惊慌中跑进了一个废弃的场合 遭到了伏击 最终也落入石人族之手 此时 一家人集体亮相 正是有了他们团结的合作 才能成功捕获猎武换来了今天的收获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永远才能相聚 有幸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富旧才通向 有难比难同的 用相知相守 而就在他们准备开餐庆祝时 老炮找到了他们的据点 展开了营救行动 双方开始醉弓 老炮用带有雷管的弓箭 射中了石人族志明 春娇剑壮赶紧帮忙 占为时已晚 春娇与志明顷刻之间 被炸成了渣男渣女 老炮速度返回 去搭救长腿妹和黑大壮 但被鹰眼一箭射中 随后 鹰眼夫人出场 甩出拿手绝活 星云锁链 圈住了老炮的脖子 最终老炮变成了套灰 随后鹰眼开始追杀黑大壮 就在要干掉黑大壮的时候 长腿妹突然杀出 启动了推力木桩 把石人族夫妇推进了搅拌姿 最后长腿妹和黑大壮 成为了最后的幸存者 逃出了那片梦魇山林 个人觉得 从影片的开始到结束 恐怖的氛围 惊悚的剧情 就一直在刺激着观众的每根神经 考验着观众适应能力 当然 我的剪辑里只能是点到极止 原因 你们懂吧 在看完这部影片后 其实你会觉得 这更像是一部环保片 或是教育片 人类在不停的自我发展 随着科技的进步 工业的发达 对环境的直接 或者间接的污染 破坏也是与日俱增 如果不能平衡好 人类发展和破坏之间的关系 控制好这把双刃剑 那付出的代价 只有是生命了 人类若想继续在这个世界 繁衍生息 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定律 则必须遵守 我是大师姐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订阅转发 喜事聊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